在长辈的引导下 青年学习如何洒鱼网 高雄市都兰同乡会 26号在高雄期间 举办阿美族传统海祭 聚集约50多位族人共享盛举 尽管天后不佳无法下水 但青年仍不放过每个学习机会 向长辈请教捕鱼技巧 其他指出 由于族人离开元香部落 移居都会区工作求学 较难延续传统渔猎 以及海洋知识 加上都会区技艺活动 常以封年季为主 因此首度在高雄办理海祭 不仅长辈能传承文化 青年阶层也能借此学习 这些像最低层的巴卡路妹 那个只是一个在学习阶段 等到你升级以后 就跟着上一辈的去海边 就去潜水打鱼啦 预计在明年的时候 会透过结盟的方式 让任何东海岸线的协会 不管是农仓同乡会也好 宜湾同乡会也好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大家来结盟 来再办一次更大型的海祭 高雄市都兰同乡会表示 宜居都会区的族人越来越多 希望未来也能结合不同部落的同乡会 办理联合海祭 让高雄市民认识传统记忆同时 也让阿美族的文化 在高雄这块土地炸根 别人喜欢那么多高雄奇迹采访报导 好 好 好